七哥帮他们做的是中控系统 风是从左边进来形成个风流 从这边出去全部给你加了粮 加粮以后抽出去再回来 所以说呢 这就是最高的空调系统 是哪国最好呢 德国 最高级的潜水艇 最高级的潜水艇 潜水艇 柴油机 最高级的空调就在德国 德国人太懂了 我都知道德国给他买的嘛 是吧 这个德国人一看 他们所有在房间空调系统 是全新风高消毒系统 他们判断这次的病毒当中是可以控的 是可以处理的 因为他们设计的空调系统 已经完全考虑进去了 这个在空气中传播 是可以干掉的 而且他们发现一个更核心的问题 就中国领导人洗鼻子 这个问题牛大了 为什么 德国生产的洗鼻子那个机器就水那一干 出去那天天洗 他发现 这个东西在曾经过去两年 卖的最多的就是中国 而且很高级 而中国在大量生产 大家要记住啊 最高领导人用的德国产的洗鼻子的 一般的官员就是国产的 他们洗鼻子 说明这个病毒它并不是呼啦就进到你 你你你这个血液中 是在鼻子里停留的 所以他手中汉液是最高的传染源 判断完了 然后呢 他们发现 中国社会上的经济 和民生和人权和各方面 还有一家瑞士公司 对战友说对 整个这一届 他觉得中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 而且不仅是对台湾的战争 是对全世界的战争 而且他们判断 记住啊 战争当中是有人发大财的 叫战争财 德国做好准备 要么跟着美国人跑 远离中国 要么就跟着中国国好上家好 我跟你上床 我与你同进同退 你去打仗 我发战争财 二战的时候 德国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那多牛叉啊 后来是拿着驴 拿着马 给法国前线 是吧 过莱银河 给后勤供给 但是他的飞机 他的技术卖给日本 那算大钱了 是吧 包括舰艇 美国当时 美国一开始是不参战的 美国后来实在是看不下去 没办法 因为美国给英国人 送补给的时候 在过程当中 都被德国给击沉了 最后美国没办法了 就跟德国在最后一分钟 才开干了 他已经感受自己的危险了 现在德国 德国 自来水洗非常不好啊 越南文雄啊 自来水洗啊 还不好 非常不好 然后 这个德国和日本和英国之间的战争变成了世界战争 这次德国做好准备了 要在中共国啊 我估计德国会选择 我既然钱也拿不回来了 老子已经全部全家本上去 我就跟你玩到底了 帮你干一票 这很危险 我觉得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啊 会出大事啊 会出大事 第四 您昨天盖特上说 中共 放开极端清零政策是好事 请问七哥 中共国会放开到什么程度 多少时间 更深层面 是不是习太阳已经完成设施 并总结出了实行长期革灵清零的经验或模式 经过修正 随时在全国范围重启 是的 你说的都是对的 三票先生啊 太阳先生 顽童 首先一点 各种测试 特别是战前测试 大家一定要看一看 日本 在发动战争前 日本的积压测试 包括通过秘密法案 这一切 都是当时设计好的 就把老百姓 停电 停水 没粮食 没交通 然后呢 各种的恐惧和传染病 然后制造这个日本啊 如果断油断气 30天战斗的饿死 极端的恐惧 极端的社会 最后发动战争 这个叫甲午战争 这是最最明显的 甲午战争当中 大家记得当时天皇 天皇有最精彩的一段是什么 当时大清朝时期 大清朝慈禧在忙啥呢 在忙修他的园子 过他的大寿 这是1896年 还是1895年 我忘了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国家要买一个英国来的一个整个的军舰 买一个军舰大概130万到150万银元 慈禧一个人就和修园子过生日花了几千万 当时日本的天皇 当时是跟国会正在较量当中 就是说他想战 他想攻中国 当时又找不出各种理由 而且中国有一个非常难对付的人 大家知道是谁 大家知道是谁 最难对付的人 不是皇帝 大家从我这个直播里 给我回 大家要记住 当时日本的皇帝 当时说如果对大清不开战 国会不同意 他不吃饭 天皇一天支持一顿减餐 天下位公说对 是吧 不是曾国藩 当时最可怕的是翁腾河 他最难对付的是李鸿章 再说对了 伊藤博文 跟李鸿章的整个的会谈 这个大家一定好好看一看 我深刻的了解我这个历史 就李鸿章绝对不是中国的奸臣 李鸿章是中国的智者 当时的慈禧为了过园子 花的当时为了他过生日 竟然不给任何钱 买炮弹都是假的 演习的炮弹 演习击衬剑的时候 在对着日本攻演的时候 包括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竟然拿着自己的士兵炸掉那个剑 来吹牛说这是我们打击衬的演习 当时所有的大清朝就那几个翁腾河 李鸿章慈禧光绪 这帮王八蛋就把整个那个时代 大家看一看1893到1897年所有的状况 跟今天的习太阳几乎是一样的 几乎是一样的 你们要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电视剧一定要看的 叫做走向共和 刺杀李鸿章这件事情把日本天皇给欺诈了 把伊登博文欺诈了 最后李鸿章和整个朝廷的内斗 和皇帝为了慈禧过寿 给他在那边敲鼓做姓 这一段是让人感到真的灰身难受 起鸡皮疙瘩 和今天的二十大一模一秋样 那个时候的袁世凯 梁启超已经出来了 是吧 蔡厄后来又出来 但是这个最关键的前一段 1893到1897 走向共和那一段 前一段 你看看慈禧的荒唐 你看看光细帝 你看看翁童和 你看看李鸿章 北洋水师甲午战争被打成那个球样 就是今天习最想干的 在西方人面前 展示我秀肌肉 我的实力 是吧 就像当年这个慈禧搞的军演一样 日本说你看看 人家都这么厉害了 你们还不去打吗 我不吃饭了 皇上不吃饭了 甲午战争后 把全部 歼灭整个大清 整个戒队 结果呢 人家打完以后 人家签下了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签完 人家回去 人家和人家的皇上要吃饭 拿一寿司开始吃上了 人家皇上不吃饭 最后吃个寿司 春喜皇帝花几 这么多钱这个园子 这和习太阳搞的二十大 习太阳我就要二十大 二十大是什么 就是你清离隔离的根本原因 我要打台湾就是当年慈禧 坚决跟李鸿章之间 还要让小皇帝来担职责 是吧 跟日本开战 早死呢 那时候袁世凯在北朝鲜呢 袁世凯在北朝鲜 这个没有拍上电视剧 你要看袁世凯在北朝鲜 这小子是个爷们 在去北朝鲜以前就是个爷们 是吧 人家敢爱跟小红在叶总会见了 老子回来娶你 结果到了从北朝鲜回来 真是寻遍天下路 我要把你娶回来 正娶 小红也可以 答应过袁世凯 跟谁也不睡了 我说这个女人真了不起啊 谁爱见到小红这人不爱呀 所以说习今天搞的二十大 就是当年慈禧的搞的义和元祝寿 习把胡锦涛给撵出去了 就是当时慈禧 把光绪皇帝在那儿给我敲鼓 祝寿跟那些戏子们 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和光绪皇帝 根本不知道 怎么对付日本 开战了 开战了 战不战呐 我和国内的人讨论这问题 他说哎呀那个时候有点不一样 走向共和 他说中国经济太差 中国经济没那么厉害 我说你懂个屁 当时大清朝慈禧一个人 私房钱今天已经证明了 三千六百万辆白银 能买二百个军舰 十万发炮弹 如果慈禧能拿出自己的不要说这些 一千万辆白银 给李鸿章 你把这个军舰给我弄上 是吧 就不会出现甲午战争当中 整个丁汝昌这些人自杀自服 撞人家箭都撞不了 像自杀自杀不了 叫人家日本发炎打着空壳炮弹 人家光光光给你击沉 中国不缺雪事不缺勇士的 缺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贪官呐 腐败呀 而野心呐 是吧 当时 整个甲午战争那个晚上看完以后 你真的是觉得 你叫天天不灵是叫地地不应的感觉 看完以后你噎得慌 你都想掐自己脖子 你想把手伸到嗓子里拽个东西出来 你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民主怎么会这样 是吧 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很可怜 又面临着一项走向共和钱的这样子 1893到1897 我没有记错的 你看到今天就是习近平的二十大 就是一和元的当年的慈禧 今年的光绪 当年的光绪就是今年的胡锦涛 和李克强 今天的李鸿章 那当时看当年的李鸿章 事实上发自内心的说你喜不喜欢 真的就是胡锦涛和曾庆红的角色 曾庆红是反对战争反对打台湾的 我这么说在个人上说 如果让曾庆红干 曾庆红一定不会这么干 也不会极端清立格陵 也不会放病毒 也不会跟美国作战 也不会 在这种情况下把胡锦涛给架出去 你让汪洋 你让这个这个这样的人上去 汪洋和韩正特别是韩正 我这么烦韩正这个人 如果韩正上去 韩正一定不会这么干 这是他的修养文化常识决定 他不会像慈禧一样搞个光绪地 不会像胡锦涛一样弄个胡锦涛架出去 也不会 不允许别人说话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识 如果战友们有时间去看看走向共和 所以我说共产党完蛋了 那今天的日本和当年的日本有什么不同 人家在涅槃中走出了火蜂蜂 中国人走向了大清朝以前 大清朝以前 大清朝以前 实际的时代 一切都听党的 爹亲娘亲不是党亲 党啊 你用你的乳汁养活了我们 然后人民 就是国家是人民的 人民是我们的娘 爹娘 是吧 向全世界选战 你能活得下去 你开什么玩笑 吹什么朗诞呢 走向共和这个战友们 我强力推荐 大家好 好看 你就知道咱爆料革命有多牛叉 咱爆料革命新州联邦有多牛 咱不是孙文 不是孙中山 绝对不会是 那个孙大炮 他想搞政治 他想当官 孙文 太球胡闹了 是吧 而且孙中文 你还搞了一 宋氏姐妹 是吧 宋庆龄 这开玩笑嘛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真正的做到的事 一个西方 我们需要一个西方的华盛顿 而不是仅仅需要袁世凯 中国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 真的是颠倒黑白啊 李鸿章 我真的把李鸿章很多事迹 我包括到日本去 我不相信中国所有关于李鸿章的陈述 我到日本去 日本的近代的历史学家 军事学家 博物馆 我全都看了 最后我佩服李鸿章 当年的林哲徐 就是后来的林强啊 给我工作的 我给林强的份工作 真是看他爷爷的份 就是李鸿章和林哲徐的佣人和爱这个民族很很伟大 很可敬 今天 中国的男人 比当时 比当时慈禧 光绪还要差一万倍 情何以堪呢 极端清离隔离 清零隔离啊 极端的清零政策 一定还会 放 一定会放开 放开是让你有喘息的机会 给你希望 日本当年在战前的测试的时候 突然间说 没事了 没事了 电圈来了 还发放粮食 茶叶 你看白糖 你们去看看去 哎呦 日本人这敢电动地啊 突然间又来了 就在这本上下折腾你 就像这个股市一样 折腾来折腾去 你越来越接受 最后没了 然后都送到战场上去 一定会放开 一定会利好 但一定会突然收 为什么 清零隔离的本身就是一种极端测试 上下起伏的测试 社会的一切的最后的底线测试 一切都是为了战争 一切都是为了统治 而且一定为大台湾 现在国内已经出来什么 现在国内听说 各省 每个省要选出两千到三千人 专门在社交媒体上录制 保习 保习保党的视频 然后呢 要跟全世界的社交媒体无底线的对骂 就是原来习他们还不派出那人 还不骂娘啊 找个名啊 是吧 是个这个什么各个方面啊 是吧 现在已经直接骂 如果说 如果说 现在已经看到说 中共以什么方式对待西方 就是耍流氓 无底线 直到我打不死你 我恶心死你 我打不赢战争 我用自杀 我吓死你 就像在北朝鲜一样 我打不过你美帝国的这个洋枪洋炮飞机 我用死人把你吓死你 这就是共产党 我有核武器 最后不用扔核武器 绝对是要和共产党 要和美帝国主义 他们嘴口中的西方 欧洲 垃圾的欧洲 没有任何人感受到共产党的威胁 垃圾的欧洲 这个世界还得靠美国人 这太可怕了 中国人的噩梦远远没有开始 我跟你们讲个例事 昨天晚上我一个朋友 好兄弟发信息 他说我们家人啊 在山西大同 说那个小区里边 他给他家人说 他说你看看我们这有跳楼的 他家人说我们这经常有跳楼的 我就哭笑不得 我给他回信息 我说兄弟呀 七哥就在收到你这个信息之前 就在山西 咱们一个战友 太远的 告诉我说 七哥 我这一个小区一共在三千多人 我数了数 过去这几个月 大概跳楼跳了九个人 九个人 这九个跳楼的人 第一个人他整个能听到 哇 恐惧害怕 第二个人天哪 还有人哭 还有人跳楼 到第三个的时候 到第三个的时候跳下楼 连个声音都没有了 就听到啪一下下来了 然后一待了十几分钟 有救护车来把人拉走 到第四个的时候啪又下来了 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也没救护车了 就听到几个大白 还有楼上断断续续的哭声 把人直接 装饰袋一装 拿什么车拉走的呢 小区里边的物业垃圾车 这就是咱中国人 兄弟姐妹们 就是我们的同胞 中国人哪 什么时候真的心中能有信仰 能把人当人带呢 大清朝没有 到今天更糟糕 这位战友说齐哥 你说得太对了 他说最后死这个人 他说就是三天前死这个人 他说连垃圾车都没有 真的是他说是小区里边 这些人就拿着那个小区里边那个那个 推板车 给推出去的 咱这个战友曾经欠当地的银行欠四个多亿的贷款 投资了矿 这个矿现在是什么呢 他就投资参与了国内的一个铜矿 最近涨了十几倍 他拿了一千多万美元 他参加了在加拿大的一个叫金属 叫铃矿 铃 现在新的 生产电脑 还有整个量子电脑 整个铃已经成了钱 成了大钱了 我在去年告诉他 我说兄弟 你听七哥的 把你的煤矿 铃矿的钱赶快换成现金 运出来 他说七哥我听你的 他老婆 最反七哥 说郭文贵就是个强奸犯 郭文贵就是个骗子 他说你看郭文贵那个长相呢 这个家伙鼻子那么大 肯定好色 我这鼻子大也成错了 他我相信那个 那个共产党说的 郭文贵就是个骗子 郭文贵哪来的钱啊 所有的钱都是在国内坑的他员工的 是吧 他员工的钱 他老婆不知道哪来的消息 他老婆当听说他要运出去 还有卖股份的时候 跟他死去活来啊 而且他老婆把他小姨子 什么小舅子全找来 你要顺着我跟你离婚 最后这兄弟啊 实在没办法 听了老婆 当然他听老婆的 是吧 听小舅子的 听什么小姨子的 啊 就没有往外润 最后 非常不幸 国内的合资的煤矿 被政府收走 你什么收走呢 收贷款 他还不了贷款 就把他的钱 就总共前后两星期 国内收走 这个黎矿是他唯一的希望 啊 他还曾经给法制基金捐过钱呢 还给龚小夏还捐过钱呢 记得吧 给龚小夏还捐过钱呢 被龚小夏骗了好几万 啊 结果是什么 黎矿被加拿大政府又给收了 完了 就是这位战友跟我说 我说你记住 你未来肯定会成为 九个之后的某一个 而且你没有选择 我但愿不会发生啊 为什么 把你的煤矿国内收了 不想让你死 怎么安全呢 把加拿大的黎矿 加拿大政府收了 谁来结账呢 你出去咋办呢 所以我再告诉我的七哥 我要跟你说个很不幸的消息 最不喜欢你的你嫂子 在过去两个月 说我错了 如果当时听了郭文贵呢 咱家不至于那么惨 咱家不至于那么惨 你我都能认出去 孩子也能认出去 咱发大财了就 咱现在计算计算 也是几百个亿 咱出不去了 结果是 他说另外他老婆 是在检查出身上 他打了三针疫苗 女婿女儿都打了三针 一家同一天检查出俩癌症 我们真不愿意这种事发生 你喜不喜欢郭文贵呢 我根本不在乎 那是福分那是缘分 但是他一下子 一天检查出俩癌症 他深信这是疫苗问题 山西都这样了 一个太原 大同都这样了 你觉得其他上海 广州死的人是多少 我专门跟某个战友 我说你估计在过去清零隔离全国死多少人 他一定会是百万起步 这位战友的太太 不管当时怎么反对文贵 七哥都希望你真真正正的能好起来 最近开始打清蒿 清蒿树脂 打真剂了 孩子跟他都在打 希望他能好过来 现在每天 他说一定要看埃格里斯医生 我们的所谓救命频道和威廉网搞的 还有看七哥直播 相信他今天也在 这是命苦啊 没办法 有这样的缘你不解 股市中有个经验之谈 熊市中的每一次反弹 都是出货逃命的机会 中共最近制造的经济复苏的假象 股市会市出现反弹 这是否是出逃的最后机会 是不是中共赶免让经济最后一次反弹反照 不是最后一次反弹反照 不是最后一次 共产党的这个经济到什么时候 大家记住 他现在的数字化人民币 在中东种植下的蓝金黄政策 和共产党过去这几十年改革开放积累下的这些GDP 包括在海外藏的钱 最起码得给共产党 最起码为啥是2025年才能完蛋呢 他最起码还有十次 五十次之间 最大的利益操作 市场操作 这些操作是洗掉所有那些无知 充满了幻想和妄想的人 把你钱洗干净 直到共产党自己的钱折得差不多 就像大清朝慈禧 还有他那什么光绪他亲爹呀 修园子的什么王子贝勒呀 都家里钱差不多的时候 最后就是蔡厄出现的时候 然后知道当时李鸿章就是跟外国开合作开银行 最后是汇丰银行什么美国银行 全都开到北京城的时候 突然一个恐惧 一说哎呀战争要抬打了怎么样怎么样的 一下子这些贝勒王子把钱全存到对面的什么 美国银行去了 汇丰银行去了 渣达银行去了 一下子大清朝钱没了 那个时候大清朝就结束了 就中共国的经济操作来操作戏 最重要的问题到最后 一定会是那一刻发生 就真的就像很多人还带着幻想和妄想 还想在国内股市 还在什么会市 还想捞两笔 还想出逃 跟共产党 跟老虎嘴里边掏石吃的人 全部消失 最后老虎都跳到了 对面去了 结束了 这里边会很凄惨 很凄惨 人类的知识和人类对待任何事情的认知 超出你常人的想象 包括教授 包括什么所谓的大律师 什么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 共产党这一次的所谓的股市出逃 每一次熊市都是你套县的机会 但你套了县能不能提县 你提了县你能不能出去 你有没有命化 命都没了你套县有用吗 第六条 中共财政部长刘坤发文称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扩大综合所得税征税范围 将资本所得财产转让 所得等纳入个税 另外国内疯传中共 要倒查三十年财富 这该该我说到了 财富的积累的政党性 体制内人心惶惶 请问几个 这是不是中共以均贫富的名誉 开始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 洗劫全民财富的重要信号 总体上说是 但也不是那么准确 七哥说过 所有未来 中国有房子的 有大房子的 你都想想 一定会征房产所得税 房产 未来的使用税 一定会征的 还有 未来的所谓的过去三十几年的财富 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我没有看你在这个直播前 这个百分之百会查的 所以你钱干什么 双修啦 包三啦 是吧 什么买豪车啦 孩子上学啦 这钱都给你查交税了没有 目的不是均贫富的名义 目的是很简单 所有过去三十年 都要把你的钱都吐出来 这叫什么 在国家统治学里面有一句 社会人类关系学 家庭政治学 家庭关系学 人社会关系有句著名的名词 大家一定要记住 叫铜震效应 什么叫铜震效应 就咱说的蝴蝶效应 在几万公里之外的蝴蝶 可能呼善一下子 导致对方的海啸 就这个地球什么都是有关系的 铜震效应是跟它看上去一样 实际是不一样 什么叫铜震效应 就是大家摆 摆一个水放到一个桶里面 是吧 你把这个水放到水里面 水缸下面 你放一个东西开始震 这个水都发出了波澜 一直有波澜 大家去注意 这个波澜当中 会出来什么样的涟漪 我怎么震的结果 我让你所有的水都感到震 各种它没有漩涡 它出来的是涟漪 只要这个桶我能控制 这里的水所有的我都要震到它 我最后震出来什么结果 大家要记住震出来是共震效应 什么结果 当所有的水都被震到的时候 到你停下来的时候 水就会安静下来 水的分子也会安静下来 到你共震的时候水是恐惧的 水是活跃的 没有一个水沾不上边 到我停下来的时候水就归于平静 所以水当你放到一个桶里边 共震的时候都追求安静 当安静的时候它就会麻木 一次次的震一次的停 一次的震一次的停 这就是社会上所有的人的视线 所有人的财富所有的一切都在追求一个 你平常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平静 这就叫和平 所以人类在历史上用的最多的事情 所有的战争是追求和平 没人发动战争你需要和平吗 你不需要和平 你就需要赚钱包小三 是吧吃火锅 把你所有的社会都震的时候 就是震到你 每天都震你 就今天极端清理个灵政策 让你天天追求的就是平静 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个时代 我天天会让你不舒服 当我急震的时候 你所有的好东西我都会拿走 税务房地产税 房地产使用税 过去几十年的所得税 个税通通差 最后不是均贫富 他这个词太low了 他最后就是什么 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和平安全 供销社来了 就集中供给 集中分配 集中大家按需所要 什么 这叫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时代来了 共振就是达到了共同平和 共振就是让你追求共产主义 所以 在这个时候 共产党告诉你说 你看 这个大家 你们想停下来吗 不振吗 是吧 那好啊 咱让那些跟咱不振的水 要出去 振的水 是我们一起的 为了追求共同所谓的平静 也就叫共产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归谁管呢 叫党 党归谁管呢 一切听党的 党听谁的 听习主义的 这就叫最后追求到什么 一定是中国死掉几亿人 让你在恐惧中 让你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 只有一个选择 共产主义 没有什么军皮肤了 兄弟姐妹们 刚才我唱这两首歌啊 大家知道 这两首歌 我这个特别是唱这个 往事啊 这个歌呢 中间这个rap这段说的 我真的是那天是下午 我跟长草哥 我中间在开法务的会 跟长草哥又开完会 然后就到了鹿哥室 小飞侠 还有我们的这个录音师说 七哥你说一段 我们录一录 我就张嘴就来了 张嘴就来了啊 就完全没准备 而且就一次录完 就这么放上去的 往事也是可能是第一次就录 就上去了 就录了 用的应该是第一次的 没来没来 就更不用说 大家你们看到 我们就一下就录完了啊 这个 就完全 七哥过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抠 到现在张口就是一首歌啊 这么这种 这是由这个唐平老师 威廉王培养出来的七哥 这个看上去是个简单 是七哥的个人的事 所谓唱歌的事情啊 说实在话 这真的不是 我觉得所有战友们要想到 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 我们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啊 要有足够的信心啊 要有足够的信心 不要看不起自己啊 我这个唱歌就已经给大家证明了 是吧 而那个rap我根本就没有说上去 所以我这个歌唱完以后呢 我就前 我真是 前天下午 我到小飞侠的屋 小飞侠一个一个给我听了这个歌 我说挺好 还没弄完呢 我说你发给我吧 我离开办公室 我在想 哎 飞飞今天的这个飞飞秀的节目 是这个 非常重要的 就要讲这个这个纽约客 哎 我要给飞飞个惊喜 给三母 我给她个惊喜 因为这个梅兰梅兰 就唱给飞飞和三江客 如水和小Sara的嘛 这个歌就唱给人三江客的 然后唱给战友的 我就拿过来 我就发给了小铁导演 小铁 我说你给她这惊喜 就放出去 结果就放出去了 放出去以后 你看当时山姆啊 飞飞完全没感觉 傻了啊 傻了 这就是七哥喜欢的人生 多给别人一点惊喜 多给别人一点爱 特别是战友也喜欢这种方式 我们不要在中国那个那种 一色蓝一色绿的那种 无聊的虚伪的虚假的教科书式的生活中活着 中国的小孩一张嘴都是三知经 小孩一张嘴都是什么 什么党啊主国啊 一套一套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没有任何真感情 我发过去了 结果就放出来了 山姆和飞飞是很麻木的 他俩没想到这两首歌意义是什么 这是七哥第一回呀 从来没为任何人说做过这事 在国内影响可就大了 特别在台湾和香港咱们的战友们 国内的台湾的战友们全部都是喜欢的一塌糊涂 说七哥有人说喜欢 往事中间那个rap还有往事的感觉 七哥唱太好了 梅兰大家都觉得我唱得太轻松了 特别是梅兰梅兰我爱你 就这个调子很轻松 而且唱得很宽快 大家都喜欢 哎我当时我觉得这是挺成功的啊 就这么就是一个惊喜的节目 让飞飞和山姆准备纽约克这个节目的时候 郭文贵和纽约 让这个严肃的节目轻松一下 让战友轻松一下 同时呢也有一些浪漫的感觉 但是呢没想到在国内影响那么大 但是我们战友绝大多数反应 都是跟山姆和飞飞一样 是麻木的 是缓慢的 因为你没有意识到这首梁兰梅兰什么干 结果梁兰梅兰都受大受欢迎 而且你七嫂的成天我一说唱歌 和郭美说我的狼要来的感觉 你七嫂昨天说我喜欢梅兰梅兰 整天我们家吃晚餐的时候都在放这个歌 喜欢的不行了 然后呢郭美就觉得喜欢这个往事这个事超级喜欢 当然他们俩都很喜欢 还有郭美的男朋友 也超级喜欢梅兰梅兰 所以郭美的男朋友就觉得唱得好 昨天我们就卡拉OK了 卡拉OK了 一卡拉OK 七哥天天练呢 我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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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华盛顿好多事情要在找 华盛顿很多很多人都在问 关于共产党的事情 我还没有下载啊 战友们还没有呢 还没弄完呢 还没弄完呢 还得再弄呢 过一段就上线了 大家先分享 先发着吧 先听着吧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我想给大家说的 我们要面对的未来的黑暗的一年 2023年 你的状态和心态很重要 你有多忙 是吧 你有多忙啊 七哥再忙 我都要练歌 七哥再忙 我在现场 闯导歌都能看得到 我再忙 我冲过去 到录音室 这个就是整几句 就这样就整出歌了 你觉得谁还比我忙 对吧 所以说 所有兄弟姐妹们 你看当时我就是三天课来 我说我昨天晚上做梦唱梅兰了 结果就跟菲菲阿拉就唱下来了 梅兰梅兰我爱你 就是我爱你 这来了 然后就唱起来了 我们要行动 而且要合理的 一个状态情况下 让你做更多的事情 那就是要把心态放平和 不要嗨声太低 不要怨天怨地 不要对谁都不满意 不要把什么事就都怨别人去 都是你自己 兄弟姐妹们 咱们一起为75亿的同类 14亿新中国联邦同胞 爆料革命战友和家人 祈福 香港台湾西藏新疆 为他们祈福 比赛外表静众 就是我们去做个标签 还有没有人 但是我们现在正常的 这一切都可以做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做的 感谢观看 阿弥陀佛 七哥再次的郭文贵本人 来自中国北京 为全球的战友和家人 香港台湾西藏新的托马祈福 郭文贵愿一切生命和福报 为他们祈福祈愿 愿意奉献所有的一切 为战友和家人的平安健康祈愿 兄弟姐妹们 我们祈愿时间 大家都知道多长时间 中间有长有短变化 过一段时间时间就会短一些 因为我在祈愿当中 除了为了祈福之外 还在祈福这共产党的几个老坏蛋们 完蛋 我祈福的人基本上 该死的死 该抓的抓了 过一段就从这个祈愿的 亨命当中 把他们给踢出去 然后呢 我觉得时间就会短一点了 但是战友这一块 香港台湾西藏新疆 不到灭共这一刻 永远不会缩短的 我们战友们一定要尊重法律游戏规则 信用太重要了 走向共和当中 你看看大清朝 凡是慈禧玩猫腻 不守信用的时候 玩这个政治游戏的时候 就是大清朝灭亡的时候 所有的原因 包括甲午战争 用石头冒充 炮弹 空破炮弹 造的甲 最后都将付出了 国破家亡的代价 人家日本当年是什么 从上到下都是真实 真实备战 真实的储存钱 真实的维护国家的利益 对吧 那才能后来强大的日本 那样的基础打完以后 那种文化的延续 经过战争的提炼之后 日本既是二战 是战败国 日本迅速地服输和强大 因为那个国家 他还文化上 他是并没有付出代价 而中共国大清朝 以造假 弱民 商鞅 政治 是谋略 虚假 让整个几千年的中国 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最后又迎来了一个 趁虚而入的外来之贼 外来的中国共产党 邪恶的马克思主义 邪恶的社会主义 我们新中国联邦和G系列 最重要的是什么 兄弟姐妹们 最重要的就是要 唯真不破 最重要的事情 要尊重游戏规则 最重要的事情 就不要 做和自己力量 所不能极致事情 不要有偷鸡取巧 钱怎么来 就会怎么去 快钱 快走 付出过心血 承担过风险的钱 就会让你 永恒的和你在一起 国如此 人也如此 钱也如此 就像咱们战友们一样 大家经历过的这种风雨 经历过苦难 和被喝过茶的战友 大家的感情才是在一起的 才更久远 凡是那种懵叉叉的 不坚定的来的 他就每天会在很痛苦 早上醒来听到好消息 觉得自己很伟大 投资的G系列 中午的时候听到不好消息 就有点犹豫 到晚上的时候 就睡不着觉了 觉得被骗了 上当了 这多痛苦啊 赶快把钱拿回去 今天的直播就结束 要放歌 放完两首歌又结束了啊 Muah BGM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